從五月開始就會變成 房東就跟我們講一度七塊 那這個東西他也不一定說 會寫到契約上面去 他就你要就要不要我就租別人 房東店價隨意開 卻也讓租足料小姐實在好無力 因為按現行法規 夏季房東店費可以收到每度七點六九元 非夏季可以收到六點零三元 一度店目前四元 房東店費超收三元以內都不違法 我們這樣子算起來的話 應該也都是一兩千跑不掉 可是那是在一個我們已經很節制 很節制用電 那這個頂樓家可以看到這個是鐵皮 所以意思就是說它就是東冷下熱 以新北永和租到了這間頂家套房 共有兩戶 要小姐為例 每個月平均用電約為兩百四十度 一度七元 每個月店價上看一千六百八十元 但平均店價一度才四元 房東一個月價差就賺七百二十元 兩戶一起一口氣賺進三千元 過去甚至還有網友在租屋網站上尋找物件 房東將電價喊價夏季一度九元 冬季一度七元的誇張電價 因記載跟不記載事項裡面應該清楚的寫明 其實房東收電費就應該以當期的平均電價為基礎 而不能夠超收 要把這樣子的規範明確的寫進去 立委呼籲要有罰可罰 應該要明確規範 不能只有勸導 內政部長林又昌允諾一個月內就會定案 另外房東如果沒有針對公共設施分設電表 公共設施電費就應由房東來負擔 不讓弱勢房客再被多撥一層皮 三新聞蔡宇芝下方名台北